这期呢跟大家聊一聊欧洲葡萄酒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这个事件呢甚至把欧洲葡萄酒历史划分成了这个事件以前的时代和这个事件以后的时代 那这个是什么事呢 就是根流牙 因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欧洲的葡萄酒 葡萄源大面积的感染了根流牙这种根部的虫害 根流牙这个虫害呢 它其实非常的严重 葡萄感染了以后呢 几乎是没有办法可以治疗的 因为这个虫子是长在了葡萄的根部 你没有办法用杀虫剂 而且它寄生在葡萄体内之后 五年十五年 它慢慢的吃掉葡萄体内的所有的营养成分 然后使这个蜘蛛最后死掉 根流牙最开始是从美国种的葡萄传到欧洲的 当时呢是因为有人从美国带回了一个美国种的葡萄作为标本 但是谁知道那个葡萄上面是有这种根流牙的虫子的 一下子因为整个欧洲的葡萄种都没有这个虫害的抗病性 所以全部的就感染了 当时的农民们非常的心骄了 因为它对产量的影响是致命性的 而且大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 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去治疗这个疾病 当时酒农们都非常的着急 甚至想到了一些非常奇葩的办法 当时在伯若来呢有些酒农就叫一些男学生 每天要来葡萄园两次冲着他们的葡萄藤撒尿 试试这个办法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试试是当然不可能了 最后想到的办法就是嫁接 我还是保留欧洲种的地上部分 但是地下的根部呢我嫁接到美国种的葡萄上面 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传统产区 很多坚信风土这个概念的酒农是排斥这个办法的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欧洲种葡萄 嫁接在了美洲种的根部上面 这个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了我当地风土的表达 但是因为根流牙这个虫害实在是太严重了 没有办法解决 你再坚持坚持个十年二十年 到最后也是葡萄还是要死掉的 就像著名的康帝园 虽然坚持到了1945年 但是之后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要换掉了这些葡萄 那在欧洲其实只有一些非常干燥 土壤非常杀质的极小的产区 保留了一些欧洲种的原样 就是他们还是用最原始的欧洲种的葡萄 在酿酒 但是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几个幸存的产区了 那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葡萄酒世界讨论最多的就是 根流牙发生之后 我这个欧洲种和美洲种的嫁接 到底对葡萄酒的风味有多大的影响 就是我们现在喝到的这种欧洲的葡萄酒 和根流牙发生之前的那种 全部都是用欧洲种的葡萄酿造的葡萄酒 有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有怎样的影响 但是这个问题也一直在讨论 一直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结果 因为也很难讨论出结果 已经大概两个世纪过去了 所有的情况都在变 环境 气候 微环境 也不只是欧洲种美种种嫁接的问题 也许我们现在喝到的葡萄酒 就是和17世纪 18世纪的人喝到的不一样的味道 但是也许那时候的人喜欢的是那个味道 而我们喜欢的是现在的这个味道 那这一期呢 关于根流牙的故事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希望继续关注 拜拜